开始准备明天的早餐 提前音乐一个钟 这样早上就不用着急了 准备包一个好吃的小笼包 包馅的肉馅我一般选梅花肉 用点动法不要搅得太碎 保留它的口感 要想包子馅好吃 一定要多多的放葱姜水 少量多次的放 让肉馅吸饱水 用厨师机来和面 今天和的这个面团比较软 在没嫁到北方之前 我是什么面食都不会做的 自从有了厨师机 我家三天两头就能做面食 多撒点干粉 用刮板给它排气 揪一团面剂 用手稍微按压一下包上肉馅 这种小笼包蒸出来特别柔软 外面卖的小笼包 通常发面发的很大 肉馅特别少 自己在家做 能够包一个大肉丸进去 顺便蒸点玉米 不用饧发 直接用蒸烤箱蒸15分钟 教大家做一个不用烤箱 用平底锅就能做的面包 先来调一个卡士达酱 用的都是厨房常见的材料 过筛到不粘锅中 全程开小火 给它搅拌收至浓稠 这不粘锅真的特别丝滑 一点都不粘 接着再用厨师机来揉一个偏软的面团 盖上盖子 饧发15分钟 搓成长条 分成8等份 用擀面杖给它擀成椭圆形 再挤上我们调好的卡士达酱 对折 再捏一下收口 盖上保鲜膜 饧发20分钟 放入锅中 淋上20克水 这款不粘锅盖子是防法兰锅设计 盖上它只需要焖3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是用普通的锅 大概焖4-5分钟 给它翻个面 再拧上水 继续焖3分钟 我们的奶黄面包就做好了 锅子特别好清洗 稍微擦一擦就很干净了 只要一口平底锅 就能做出面包柔软的口感 还能一口爆浆 这可以一次多做点 常温保存1-3天 也可以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敷热一下就可以 我们的小笼包可以出锅了 这个小笼包真的特别柔软 我家娃娃特别爱吃我做的小笼包 一口气都能吃5-6个 昨天晚上预约好的粥盛出来酿凉 再来炒一个芦笋虾仁 芦笋和大虾都焯一下水 去掉生味 锅中放橄榄油蒜片 放入卤笋和大虾 加点黑胡椒盐 稍微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边做饭边收拾是我养成的习惯 今天早餐全是孩子爱吃的 好了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娃娃妈妈 我们明天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